北京將在香港設立國家安全公署 在香港履行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收集分析國家安全情報資訊 行使相關權力 對所謂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進行處罰 草案打破一直以來 由被稱為自身法官指派的傳統 規定將由特首指定說改名法官 處理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案件 另外 香港居民在參選 或者就任公職時 要簽署文檔 確認或者宣示擁護中共國香港基本法 效忠中共國香港等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退休教授鄭宇碩指出 北京可以在香港找人並抓到大陸去審訊 這樣不單只是一國兩制沒有了 連現行的法制都沒有了 香港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善仲協認為 中共破壞原來香港的司法制度 目的就是加強管控 打擊跟它意見不同的人士 抓它認為的異己分子 封擊香港 加強管控 香港香港內地比較自由 它擔心影響到內地的氛圍 所以就用國安法來處理香港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共目前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專制堡壘 中共的人權迫害應該是拋出全球的總額 那麼現在呢 中共要以它這樣的一個專制暴政的政體 來對香港實施它所謂的國安法 誰都能看得明白 香港面臨的局面 事實上就是成為了中共這樣的一個獨裁專制暴政 直接控制的一個地區了 鄭宇碩認為 林鄭月娥完全聽命於北京 北京怎麼說 她就怎麼做 她完全沒有把香港人的訴求放在心上 她完全不代表香港人 另外 這個港區國安法沒有經過港人同意 也沒有經過港人參與討論就通過壓下來了 所以 北京已經接管香港了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指出 中共要全面控制香港是它的一個既定政策 是從1997年開始的 現在它急於出臺港版國安法 是因為從去年夏天以來 港人的堅決抵抗 讓中共出乎意料 所以 它要給它自己在香港進一步鎮壓 找法律依據 盛雪認為 中共這樣一個專制獨裁政體 在今天的世界上 應該說是個異類 現在更加獨裁 更加邪惡 對人權的迫害更嚴重了 鄭宇碩表示 民調顯示 香港有37%的人打算移民 大概有超過50%的人 對北京政府 對特區政府 對香港政策的信心是零 都壞到這個地步了 國際社會對中共在香港強推國安法反映強烈 19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表示 如果中共將對待深圳和上海一樣對待香港 美國將不會視香港為享有自治的城市 將會摒棄所有與香港達成的獨特協定 不會給予香港特殊待遇 同一天 歐洲議會以565票贊成 34票反對通過一項決議 嚴厲譴責港版國安法 稱該法案是北京多年來最新一次 最露骨的企圖 目的是限制香港的自由、自治以及公民自由 決議還指出 該法案違反了1984年簽訂的 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原則 決議要求歐盟27個成員國考慮將中共告上海牙國際法庭 盛雪認為 國際社會一直對中共姑息 一直以來認為對它開放市場 讓它搞好經濟 然後人民富有之後 再讓它轉型為民主體制 讓它走進國際社會 現在香港事件讓他們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 就讓它走進去 接著、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